本节目由 AIC中学特约赞助播出 以既成人又成才为办学经验的AIC中学 专注于IB教学 专业化的服务以及科学的入学时间 是您的孩子成功入读英美名校的绝佳选 学做智慧父母造福孩子一生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每周一晚八点半到九点钟的智慧父母学堂 我是Lidia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中 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嘉宾 坐在我左手边的这位叫做肖作鹏 你好肖作鹏 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 我是肖作鹏 现在就读于AIC的12年级 好 坐在肖作鹏旁边的是他的妈妈 小丁老师 大家好 小丁老师有很丰富的在学校工作的经验 主要是高等学校 同时呢也参与了就是北京那边中学的一些这个家长会的这个这个活动 当然了我们等一下会有更多的时间来跟你探讨这方面的话题 那话题转回到肖作鹏 看你这个意气风发的坐在这里 很难想象你来到新西来才来了十个多月 对 那你是年初来的是吗 对今年年初 来到之后在这边就直接上了高中去读书 十一年级 那上下来之后到现在你觉得这边的学习和北京的学习有什么不同 会有很多不同 主要主要有三个方面吧 首先是对学生的要求方面 对学生的要求 弹性会比北京大一点 弹性 对学生自主学习的那个要求很高 对 然后老师不会去一直追着你做一些事情 当然你也会有很多自己可以分配的时间 你可以把自己要多努力的地方 可以花了很多时间去在这些薄弱的环节上面 听说你是很棒的学生 虽然才来了十个多月 那你现在觉得就是你你是怎么安排你自己的时间的 我因为我是从国内过来嘛 对 然后理科一般都还 很棒 很棒 所以可能会花一些时间在经济上 我国内就没有学过经济课 还有英语的学习方面 对 那通常你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呢 时间安排 上课好好听讲 回家写作业嘛 然后也不会去国外做一些练习题 但是有不懂的话一定会去问 有不懂的话一定会去问 上课主动这个问问题 主动问问题 这个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很重要 我觉得这也是跟北京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吧 这边学习的气氛给我感觉非常好 然后不像北京那么浮躁 上课同学之间和老师之间的讨论也会比较多 然后真的能容易学进去 就是你的思绪会比较容易跟着老师走 然后老师讲到哪你不懂的地方 马上一问 你也就学会了 就不用课后再花很多时间 或者是成倍的时间去讨论这个问题是吗 听说你在国内的时候也是做了很多事情的 是不是啊 小丁老师 还可以吧 他都做了 也有做过很多奖 对 他一直是班长 然后也是小学 还是大队长 然后中学也还是 一直都很不错 成绩也很好 然后社会活动也 想知道他就是说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样样都做的很出色的孩子 你有花 是不是就是你去想想别人想 我相信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每天眼睛不错珠的盯着他 因为我工作也非常非常的忙 经常要加班 所以呢 就是 而且要是想做一点研究的话 就是晚上还要做事情 对 所以很忙 没有时间 几乎没有时间管他 但是呢 就是要接送有时候 要接送 那听说他得过北京市的一登奖 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奖 他因为我比较倾向于让他去参加一些 锻炼身体 又有就锻炼他的那个 就是智慧的这方面的这些活动 所以他参加了一个叫无线电车像 然后无线电车像 他是北京市的拿到过全能冠军 就是各个级别的 或者是那种不同的机器的那样的 还有就是全国的那个精彩的一登奖 这个东西我觉得挺新颖的 好像好像就我的理解 好像我知道了这个东西的人并不是很多 我觉得他这边叫只有开启 就是要他们有机器 就是买那种各种的机器 然后去野外 要比如十公里越野 或者多少公里的 然后你要他有发射的台 然后你要听是从哪发射过来的 要判断 这是符合你的要求 就是既能锻炼身体又能锻炼智慧 对 而且他要跑 他要跑 还有运动 因为他几乎就是假期 包括有时候周末都不在家 是吧 就都要去训练 然后去比赛 感觉你是个 你也是很阳光 而且喜欢动的孩子 可是你的学习成绩也特别好 你来这没有多久呢 就参加了一次数学竞赛 对 跟我们谈谈吧 是一个叫做澳大利亚数学竞赛的比赛 学校为我报的名 然后也是在AIC本部考的事 对 应该是今年八月份吧 然后到十月份的时候就收到一个获奖的通知 就获奖了 然后去霍林顿领奖去 就去霍林顿领奖去了 自己去的吗 没有 跟妈妈 还有一个学校和老师一起去的 妈妈也去了 妈妈心情激动吧 还行 挺高兴的 据说这个获奖是很隆重的是吧 对 应该是教育部部长 然后给写了信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新西兰吧 因为只有五个小孩在这个得了这个奖 就是叫Midal 他获得的是 最高级别 最高级别的这个大奖 对 然后是在国会大厦 然后也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因为他来了并没有多久嘛 那就像你说你在国内读书 在北京读书 肯定是中文的读书 到这边就全部变成英文的读书 那你能适应的如此之好 而且在这么快时间又取得这样的成就 我觉得真的是要刮目相看了 是不是 那你近期的这个学习方面的这个计划 或者打算是怎么样的呢 近期肯定还是要把我的英语成绩提高上来 然后我也准备去考美国大学嘛 因为12年级了 对 要补去补去SAT啊 什么的 SAT对 以后可能会希望自己能够进入到像哈佛这样的世界名校里面 这个 这个少年壮志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另外就是说你除了这个学习这些东西之外 你还做了一些社会活动是吧 对 在这边的话 在国内我也有做 在国内也有做 心理社团 学校心理社团 还会做一些志愿者 然后这边也是做志愿者啊 做什么呢 志愿者 去教堂 看小孩啊 一般因为有个假期 假展会把小孩放到一些 holiday program里面 对 我就会去做志愿者 帮忙一下 然后平常学校也会给这个时间让我们去做一些科学活动 像我11年级做的就是chess club 下向集 对 下向集的 我听说这个学校的这个chess club 这个是很 这个力量很雄厚啊 对 你也是其中之一 我就是一个无名小组 但是你每个人有每个人擅长的地方吗 那刚才刚才讲你也有 就是说你其实社会活动 然后还有自己喜欢的其他的活动 还有这么多学习 那你这个时间上是自己是怎么安排的呢 就协调啊 因为这个很重要对吧 嗯 我感觉这边的给的时间还是比较宽裕的 比较宽裕的 嗯 上课嘛 然后上课都是老师讲课 我们就能听 下课留的作业也不是很多 嗯 然后你花时间人人去做的话 一天用到两个小时都可以做完了 一天用到两个小时你都可以做完了 然后这样你会有 你看我们四点钟放学 嗯 做到六点钟 嗯 然后晚上可能还会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你可以自己去安排 就自己安排做一点 其他的 自己喜欢的东西 可能是做一些运动啊 或者像我有时候去游泳 嗯 或者有时候你愿意看看电视啊 也可以娱乐一下 嗯 对 这个小丁妈妈 你觉得陪孩子在这边读书的话 你你感觉自己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还挺轻松的 还挺轻松的 那你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她 对 就是做饭 然后就是收拾家 然后把她的衣服弄干净一些 就洗的洗衣服呗 嗯 哈哈哈哈 主要是生活上 生活上 嗯 对 对 然后学习上 嗯 也没有什么 给她什么支持 但是偶尔就是会 我们会探讨一些 就是一些思想上的 或者说对一些 呃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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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探讨的还比较深 是吗 比如说呢 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方面的看法 嗯 比如她有时候会读 有不知去读什么麦克白 或者读胡销山庄 对 然后有这样的 嗯 然后她有一个课叫TOK 就是TOK Theory of Knowledge 对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探讨 叫知识论 他们叫知识论 对 嗯 这是一门很有用的课 你喜欢这门课吗 嗯 我很喜欢这门课 是吧 对 她是 好像是跟这个学习方法 思维方法有关的是吧 有关是 嗯 然后也会给我们一个 比较清晰的思路 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学的东西 都究竟是什么 嗯 然后让我们学起来 也会比较有意思 那个课 你觉得呢 呃 因为我没有深入到 她那个课程的内容里面去 嗯 但是我 因为我一直比较关注的 就是她的思维的发展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包括很小的时候 整个这个 她的成长过程 我都是非常注重她的思维 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小孩 她的思维方式 嗯 比较的 不能说是规范 就是在她比较适合的 那个 这样的一个呃 路上的话 嗯 我觉得她其他的做什么呢 都会比较方便 比较容易 而且不会走偏 啊 十个月的时间 肖作鹏 就是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呢 取得了这么多的这个进步 我们衷心祝福 她在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中 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 实现自己心中的这个理想 感谢你今天做客 我们的演播室 我希望在以后的时间里呢 能够继续由你跟大家进行分享 嗯 谢谢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 再来收看节目的第二段